早晨呢先生告诉我 他昨天晚上从他父亲家拉回了一车子垃圾 哎 垃圾 所以就问了一下为什么把垃圾拉来 他说后天他要拉到大型垃圾堂去扔 所以呢昨天晚上有点时间就把它装回来了 我脑袋的快速的过了一下 估计是家电小家具什么的 还是毫无犹豫的就看了一下 这就是看到的结果 竟然真的是一车子的垃圾 装的满满的 这样的话就说都臭了 都在这个车里边 这太阳这么大 你看 现在把我气死了 所以我今天就拿了好多垃圾堆 我想把它就直接装了 然后直接扔到我们楼下的垃圾堂 正好是今天是生垃圾的日子 真正是把人气死了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他妈妈的衣服 然后整个的就这样装进来 然后这个是 你看我今天真的是 在这口罩 今年的7月 我的婆婆离世了 在上个月 谷慧盒放进了她要去的地方 留下30年前因为公司倒闭而一直自闭的公公 加败了 人也费了的感觉 她这一做就是30多年 我们都一直以为公公会先走 因为长年坐在家 身体的机能下降 被多次急救送到医院 对她来说活着是福还是不幸呢 公公家是当年的大地主 家里有钱 所以在公公高中的时候 父母为她招了一个伺候她的女孩 那个女孩就是当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婆婆 后来公公的父亲都觉得当年这个小女孩很不错 就撒合了她们 也许她们早已心心相应 公公大学毕业后 她们就结婚了 婆婆就这么照顾了公公一辈子 即便在公公自闭的这么多年 婆婆依然对公公不离不起 怎么能容忍这么一个天天坐在家里的男人呢 婆婆说 如果和她离婚 公公的人生那个时候就完了 其实我觉得 从她坐在家里的时候 公公的人生就已经完了 记得婆婆的大女儿有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因为婆妇产想让婆婆过去两周 照顾她上面的两个孩子 两个月之前就和婆婆预约了 之后公公每天唠叨婆婆去了她怎么办 后来呢 婆婆被她天天唠叨的烦死了 就和她吵了一架 有次我去她家 公公说 当时她都想跳楼死了算了 也爬到了二楼 从楼梯往下看看 感觉连死的力气都没有 又下来了 这就是一刻都离不开婆婆的公公 现在婆婆又掀她而去 上个月 她们的孩子呢 给公公找了老人院 在等待入老人院的这些天呢 上周公公因为脱水 被急救送进了医院 婆婆的走看似她没有伤心 看着保守的公公 不能不说婆婆的走 还是给了她打击 在婆婆离世的那一晚 医生说可能婆婆的生命 就在这个夜里了 医生还没有走 公公说没有我的事我就去睡了 然后就去睡觉去了 她的孩子没都说她冷血 也不知道最后抱一抱 伺候她一辈子要离世的婆婆 在婆婆被送去兵营馆的时候 公公最后一次和婆婆说了话 后来活葬时 问公公要不要去 公公说她不去 现在 即便公公从医院回来 暂时入住不了老人院 但物品还是需要收拾的 婆婆走前都已经没有体力和心力 来收拾家了 家里真的是又乱又脏 但大家都没有时间来过问这件事 我每次去总是想等我有十件事给她收拾 这一等就是婆婆的离世 这次公公入院后 两天前公公的两个女儿给她收拾了一下房间 收拾出来的垃圾说让我先生拿去扔 也就是我现在在收拾的这些垃圾 我本来科医不管的 科医这两天不用车就行 但我实在看不下去 打开车门那扑比尔来到异味 我不能想象两天之后 这个车的味道会到什么时候消失 所以我现在就收拾了它 现在公公一个人就更加的不需要这些物品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管理物品会越来越觉得吃力和麻烦 不是只为了老后的生活 更多的是为了现在自己的生活 更加的轻松方便简单一些 山下英子说 通过整理物品来创造空间 从而塑造生活的本身 更是人生智慧的前行吧 我赶快扔了 一个点一个点先扔 因为今天那个 一般都是十点钟左右 收垃圾的来 那收垃圾躺在那里 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 我赶快把它给扔了 这已经是第七包了 赶快收垃圾的要来了马上 刚扔到第七包 然后收垃圾的就来了 你还记得年少时自己的梦想吗 那时的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 好死不如来活 年少时 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抵押 去担保一个 即便被人嘲笑 也要去做的梦想 值得中年才明白 生命的精彩 在以勇敢的面对生活的各种色彩 年少时的梦想 早已被遗忘在风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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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